中文大學商學院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這個課堂 很感謝中文大學商學院 請我來今天 表演一個專利給科研的朋友參考 我們今天的課題 有幾個方面會和大家討論 第一個就是簡介一下 知識產權 第二就是科研朋友都會很關心的專利 第三就是我們會用一個案例 和科研的朋友分享 在科研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每一個步驟 都需要一些工夫去做 我簡單介紹我自己 我自己本身是讀法律出身 我自己本身也是仲裁員和調解員 我自己在政府和商會裡 都擔任了一些公職 我在國內和香港都是合資格的仲裁員和調解員 2015年很高興得到特區政府頒獲 行政長官的社區服務獎狀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討論 我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叫知識產權 其實知識產權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腦內所想到的東西 我們腦內想到的東西是不足夠的 而將這件東西我們所想到的東西 而變成一個具體的事實 而能夠應用在市場上 所以這個產品能夠體驗到一個價值 而這個價值我們是用錢來表示 知識產權的內容是什麼呢 很簡單 我們經常都聽人說的 商標專利版權 就是我們知識產權一個具體而包含的內容 知識產權是否看到的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聽朋友說 知識產權是一個模型資產來的 我相信大家會聽到模型資產比較多 但在我的角度去看那件事情 就不是這樣 我覺得知識產權是可以看到的 譬如說大家在PowerPoint 上都會看到 知識產權是否看到的 知識產權是可以看到的 大家會看到一個草圖 你會看到一個法拉利的引擎 還有大家不會認得的法拉利那匹馬 這裏正好代表了什麼呢 草圖代表了我們的版權 我們的作品創作出來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都是要畫出來的 而我們變成一個實體的時候 就是一個引擎 一個十二油缸引擎的引擎 然後這個引擎叫什麼 我們這個引擎用在一個產品上 就叫做法拉利 當一輛車在街上走的時候 大家是否會看到一個 走動動著的知識產權 事實知識產權是可以看到的 而不是說是一個模型的資產 接下來我們說一下什麼是專利 在知識產權的世界裡 我們剛才提及過 有商標、專利、版權 其中一個課題就是專利 什麼叫專利呢 其實在專利裡面 它本身都包括了三個不同的部分 一個叫發明專利 一個叫實用身形 一個叫外觀設計專利 大家會聽到這三樣東西 都是跟專利有關的 最常見的 或者最容易比較想理解的 就是這個外觀專利 我們可以看一些圖 令大家更容易去理解 這三個不同性質的專利 什麼叫發明專利 發明專利主要是考慮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它的生產品 一個就是方法 即是當我們說到發明專利的時候 我們會去看看它的技術 到底是一個新產品 譬如說這個世界上沒有吸塵機 而你發明了一部會吸塵的吸塵機 好了 這個吸塵機就是一個新的產品 第二樣東西就是方法 可能是通過一個製造的方法 而令到這件產品提升了 譬如說我們將這個吸塵機 大家都知道吸塵機是拖線的 現在我們就提升它 將吸塵機不拖線 裡面還要放一個GPS導航系統 它可以記錄我們整間屋的大小尺寸 然後便會按時 或者在我們設定的程式中 它便會自己去吸塵機 這就是一個方法上的改進 令到這件產品更加人性化 或者更加有效率去做一個吸塵的動作 這就是一個叫做方法上的專利 其中一個例子大家會看到 就是我們的廁紙筒 原來以前的廁紙筒 都在一個世紀之前已經有了 大家都相信去洗手間都會用那些廁紙筒 你會不會覺得它有些比較悶的感覺 因為你只拉著廁紙筒 它是不會有聲音的 其實當年 即是一百年前的人 其實都頗幽默 將廁紙筒 你拉的時候 因應你的大小 就會有音樂和音樂 可能令你舒暢 或者令你開心一點 這個就是當時世界上沒有廁紙筒 而它去發明一個廁紙筒 還有是滾動的廁紙筒 還有是有聲的廁紙筒 這個在當時來說 是屬於一個叫做發明級的專利 什麼叫做實用身形呢 比較簡單的 其實它是涉及到我們一些產品的功能 或是結構上的改良 什麼意思呢 例如大家坐椅子 是四隻腳 不動那種 沒有廁紙筒 好 第一個人他走來 看到你這張椅子 有四隻腳 不動的 他就替你加四個廁紙筒 這個就是一個很少的一種 叫做升級 我將這件產品 給你附加值 放四個廁紙筒 變成這張椅子 就有了一個提升 另外一個生產商就不同了 他走來說 你這張椅子沒有這個扶手 我就想了一個扶手 我幫你加兩個扶手 令到椅子有這個扶手 亦都有這個四個廁紙 最後一個就是 普通人坐路 高度可能有些問題 例如高的人、矮的人坐路 都會因應有一個高度 差距而令到坐路不舒服 可以怎樣去調校這個問題呢 有一個生產商就是 我做焗機械的油壓泵 配置上去 整件事 這裏每一樣的配搭 配搭、扶手、油壓泵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小的 在功能結構上提升的產品 在這個層次上 我們就叫做實用身形 在實用身形裏 一般國家都是不需要經過審查的 一會兒我們講完外觀 再講完外觀之後 我們再講一講 甚麼叫做不需要審查 無需審查 是甚麼意思呢 外觀設計是甚麼呢 其實外觀設計是最容易理解的 大家現在看到的東西 所有的物體 都可以去申請一個叫外觀設計 當然是一個實物 例如說一張椅子 其實一張椅子除了在實用身形之外 它都可以是一個外觀設計 這個比較容易理解 譬如說我們一早起床 刷牙的牙刷 拿口杯 手提電腦 外形 都是可以去做外觀設計 特出一些 例如說化妝品的香水瓶 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類似的香水瓶是很有設計感 我們在未講專利特徵之前 我們可以講講 剛才我們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無審查 是甚麼意思呢 在一個專利裏面的申請 我們有發明專利 實用身形和外觀設計 一般來講 或者說我們認知的國家 他們在外觀和實用身形方面 沒有一個叫實質審查 實質審查的意思是 它會通過大數據 然後就是同你的技術 來做一個比較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說外觀設計 拿了茶杯去申請一個外觀設計 它是會批給你的 而另外一位朋友 又拿著你的茶杯再申請多一次 它也是會批給你的 因為沒有審查的關係 我們接下來就講一下專利有甚麼特徵 專利除了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別 它也有三種不同的特徵 這個反而才是一個專利裏面 比較重要的一個結構 其實在我們申請一個專利時 都會時常會考慮到 到底一個專利是否批給你 你會考慮這三個特徵 到底你具備 當然審查員會通過數據上的分析去幫忙 這三個特徵是甚麼特徵呢 就是生命性、實用性和創造性 大家不妨去想一想 這三個特性之中哪個是最重要 甚麼是生命性呢 生命性其實它有一個要求 就是在你申請這件作品之前 是沒有人申請過 或者這個世界上是未有這件事 或者是沒有文獻去提及過這件事 當講到這樣的層面的時候 大家就會發現沒甚麼可能 因為基本上很多東西都已經講完了 即是七七八八八八九九 即是很難找到一些從來沒有人提及過的東西 這就是法律上的要求 但到實體一個陸地操作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只是看它有沒有生命性 我們還要考慮它有沒有創造性和實用性 而這三個性加起來一起去考慮 甚麼是創造性呢 創造性的要求是比較高的 即是創造能力在審查員的角度裡是認可發明家 即是它想出來的東西 即是它可能自己都未想過 當然是以它們的行業來計算 譬如說我是一個在這方面的光學師 而你就說去申請一個鏡頭 將鏡頭分為三十塊片 組合而成 而能夠做到甚麼效果 作為一個光學師 他覺得沒甚麼特別的 因為看開這些申請案 有很多的事 但如果你能夠告訴我 如果一個距離 拍一張照 五百米的距離要三十塊鏡 來做一個組合 現在我只用十塊鏡就能做到這件事 對一個光學師來說 他會覺得你這個想法 是超出了他的範圍上 但他又覺得你這樣的做法是可行的 創造性在這裏來說相對地會高 最後就是提及實用性 實用性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即是我們能夠去生產 即是那件事不是憑空想像 亦都不是落不了底的 是可以落底的 但反轉是因為大部分科研的朋友們 都會覺得我是否要做一件事出來才去申請專利 其實這個概念是有點不太對的 原則上有很多專利的審批 都不是因為你已經拿到 已經是發明到那件事 反而大部分的發明 都是那件事未發明出來的 只是提供一個concept wise的東西 我提出一個概念 我覺得這個概念可行 但根本我沒有可能有錢去做到 或者沒有人投資下來我到 我只能夠去申請一個專利 而能夠審批之後 就等如做一個proposal 我才會去再銷售一些investors 有些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我發明了一個核動力的東西 這個核動力的東西 比現在的核動力是很多倍的 你想想你怎樣去做一個實現的例子 去讓人看到你的核動力是可以做到一個這麼大的效果 譬如現在的核動力只是五倍的效能 你說你可以現在的核動力 經理的計算 經理的推算 經理的使用的方法 而能夠變成是二十倍的 OK 但如果要做到這個實驗室的話 是要投資過千萬的 那你又沒有那麼多錢 其實就是說 我們不會因為這樣而限制了 去申請一個發明專利 所以大家要留意 我們不是因為有件產品落地 產品出來了 實驗品出來了 才去申請發明專利 專利申請的時候 什麼要知道的呢 除了剛才的三性是很基本的 即是有創造性 又沒有生命性 以及可不可以生產 另外要考慮的就是有幾個點 大家要留意 第一就是叫做公開技術 即是說我們現在申請的專利 是不是在用一些叫做現有的公開技術呢 如果是用一些現在大家已知的技術的話 那這個就申請不到發明專利 但是我們可以用已知的技術 幫我們去做一些未知的技術 或者是一些未有人做過的技術的方法 那就可以了 那什麼叫做公開的技術呢 即是說在你申請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有這個技術 已經有 或者曾經有些文獻 已經是講過這個故事 講過這種的技術 還有那件事就是有前人申請過 有些朋友就會說 我今天申請做一件事 我發覺有問題 我寫漏了一些東西 我第二天再去申請 那麼很容易就被我們第一個申請 就是鋪了 即是說審查員可能會用你第一個例子 而來問你第二次申請的問題 那這個大家就要留意 因為只要你入過一個記錄的話 其實就已經是有一個文獻 就留了底 在一個大數據裡面是可以找到的 那麼公開的技術有什麼好處呢 很多時候我們去處理一些專利的官司的時候 我們其中有一個位置就是去看看 到底對方 或者是那個 一方的當事人 他到底有沒有用到一些 叫做其實那樣東西 已經是公開了的 或者是已經是人都知道的技術 那如果是的話 就不算是侵權的 但是就要留佛儀了 我用一些公開了的技術 那個技術 公開了 是否已經是過了時呢 一個發明專利有二十年的 如果我用二十年前的Paper 然後我在二十年後 我提出一個新的申請 跟它有一個改良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是用了 這個第十八年的文獻 其實它未過二十年 它都是公開的 但你已經知道 但是它還有一個時效在 那這裏就要小心了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很多朋友都會問 我那個專利的技術 是很獨家的 那我到底說不說出來呢 我只是說些不說些好呢 當然在我們去寫一個專利文件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說要完全披露 什麼意思呢 因為基本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專利局 它都是會要求你所寫的專利的技術 是要完全披露的 就是說從我們一個簡單而大家又能夠理解它的要求 就是沒有留底這樣說出來 對一些科研朋友聽到這句話 就會很害怕 沒有留底而要說出來 什麼都知道我所有的東西 在這個位置裏面 在專利層次的分類裏面 其實在知識產權裏面 除了我們已知的商標專利版權之外 其實我們都有另外一個課題 就是商業秘密 其實商業秘密都是屬於知識產權的部分 在專利和商業秘密裏面 其實是有一個交織的關係 當然這個是要跟發明家去談到底 你採用一個專利申請的保護 還是用一個叫商業秘密的處理方法 是會比較理想的 喜歡嗎 請追蹤我的Patreon頻道 會互游幾個月 inference 跟藍色情報 tad一起來 出獄的不會著消資者 還有更多 我是輝 tap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